全红蝉超神一跳 连郭晶晶都从没做到 教练 他怎么跳这么多满分 大家好 这里是爱豆体育 说起全红蝉 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 全红蝉在今年的东京奥运会中 三条满分让他活遍全国 更是成为大家的骄傲 他的水花消失数 也是让全世界都叹为观止 而在后面的采访中我们得知 全红蝉的家庭情况并不是很好 他的母亲生病 而自己更是从小就没有去过游乐人和动物园 惹得大家非常心疼 而在奥运会结束后 全红蝉回国隔离 在隔离期间也是一直在努力的运动 因为他马上要参加全红蝉 在全红蝉中 全红蝉的表现可以说是非常的厉害 只要是他参加的项目 基本上都是冠军 而我们的全红蝉更是一个非常要强的人 哪怕刚开始比分落后 也会在后面逐渐将比分追回 而全红蝉有这么一跳 可以说是非常的厉害 这就是难度系数3.2的407C 向内翻腾三周板宝希 他的这个动作完成的非常好 从起跳到入水都非常的完美 而他这一跳更是有四个裁判 给出了满分的成绩 这么优秀的表现 就连郭晶晶都没有做到过 而教练也是非常震惊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全红蝉这精彩的一跳吧 也是难度系数3.2的407C 一边在录像一边在摇头 碳幅 就是一种碳幅的点 94.4 我的天 这一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